说起湖南卫视 现在被称之为综艺节目的第一频道 旗下的王牌节目快乐大本营成了长青树 要是快乐大本营中哪些让你印象最深刻 莫过于这是五位快乐家族的成员了 而在去年结束的时候 吴兴也没有续约快乐大本营 就在昨天湖南卫视正式宣布公告 这次将主持跨年演唱会 以及春晚的节目名单公布 发现除了谢娜 因为要怀孕生宝宝之外 吴兴也没有出现在大名单之外 确实让人感觉有一些惋惜 包括吴兴自己也发表微博 表示自己确实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 各种各样的意外 深夜还睡不着 只是希望自己能把事情想得更远一些 不禁感叹离开了快乐大本营 他到底是否能够走得更远更长呢 网友感慨还是他水平不够 因为他参加下面这档节目被网友吐槽 就在前不久 我们观看了吴兴登上了吐槽大会 而吴兴在上吐槽大会的时候 所表现出的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 具备好几年主持综艺节目的那种气质 只要稍微一吐槽 马上整个人变脸 指着吐槽嘉宾说道 胡说八道 确实感觉有一些不合适 照常理说吐槽大会的本质 一部分虚构的另一部分 就是要抓住槽点就说 而他的表现出的并不像一个成熟的嘉宾一样 更像是一个刚步入职场 没多久的小女孩 被人抓住痛脚 就直直喊藤 综艺节目是一个非常大的染纲 很多人到此能够沉下心来去学习 自然有了自己的想法 而吴兴这么多年的快乐大本营中 陪伴着他的观众都能看出来 他近几年的长进却不大 凭借一张好面相是很难在娱乐圈中混熟的 因为娱乐圈中最不缺的就是帅哥靓女 而最重要的是拿捏气场和整个大局的台助行主持人 无心让何久带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带出来 希望他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找到自己的心得和定位